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热点宽度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狼杀这个实战游戏中 因为它是一个线下的游戏 它其实从摸牌就开始了 因为当一个人摸到你的脑牌 看完那脑牌的时候 它就有情绪 有表情 有反应 甚至会跟旁边人说话 有互动 那么整个场子里呢 当这么多人都拿到自己牌之后 其实信息量是很爆炸的 那么其实是很考验你的观察 你们先说一下摸牌 因为摸牌的观察呢 是根据不同的局会有不同的状况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家都是一起摸牌 所以这个牌摸上来 你没有办法同时观察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自己的方式呢 是用感受的 说来有点悬 但真的是感受 就是你要感受一下 大家过完牌之后 有谁动静比较大 或者说整个场子里会有一些比较 你会明显感觉到 有一些人他很兴奋 他很突出 有一些人他突然安静下来了 有一些人早早的入定了 这些都是你可以观察到的 在一局游戏中呢 你也许来不及瞬间观察 十个位置 但是呢 你用一种 这样的一种 就是看前方的形式 你是可以观察到大部分的两个人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迅速体会一下 哪边的牌有问题 哪边的女生肯定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聚焦看一下 或者是就是找种观察一下 那么基本上 你就有一个判断了 这里判断呢 就看自己的能力了 如果你总能判得对 你一定会累积到经验 如果你总是判得错 你好歹也会提升经验 所以呢 这个摸牌眼差的技巧呢 需要大家积累 就有关于积累的关系 那么如果对于这一类的 比较感兴趣 就可以看一下我个人在 这个B站上的视频 有很多摸牌眼差的视频 搜索的名字机构 那么除了这个摸牌环节 实际上物业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牌 它晚上是会睁眼的 包括狼人 包括预言家 包括女巫 那么在你的单独行动会合 实际上你是可以看到 大家物业的状态的 那么这种状态 实际上是各式各样都有的 包括一些不同的动作 趴着呀 或者是干嘛呀 有动作 小动作呀 等等啊 面纱的乐趣在于此处 就是要利用的 而且可以利用的这个因素 那么实际上这个无法细数 只能说有兴趣还是看看我的视频 但是呢 确实你注意观察 一定可以找到不一样的 关键的地方呢 在于你要尝试去做出判断 因为你不判断 你是找不到自己的严杀技巧的 那么当物业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到上景的会合了 实际上就光是上景这个会合 都有一个把牌子取得高 和牌子放得很低 或者晃着牌子在响 或者放到下巴 下面诸多 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形体 动作状态 还有它的飘忽的隐身 和它的一些 说话的这个 着急的程度等等 比如说 景下 这些人在景上发言 说的很起劲 我是预言家 我要那边干嘛 我是这张女儿 我怎么了 那边那个人根本就吃剧以鼻 有可能现象玩手机 或者是他这个 这个跳的腿 或者是 就满脸不高兴 就其实是有充分的状态 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 我们是怎么判断预言家的 光是一张预言家牌 从理性的层面 其实也是从诸多角度 一起去判断的 所以你在辅助状态 那你的这个信息量 就非常爆炸 所以当一个人发言 跳出某个重要身份的时候 你不只是观察这个人 是不是预言家 是不是预言家 更重要的是 你要扫视一下 外面有预言家 有没有预言家 要眼观思路 听答况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你的信息量就会大 那么 这是一个信息量的模式 所以说 在这个景下的 这个人 也是你必须要关注到的 那么 当上景结束之后 那么我们景下一大圈发言 这个就更爆炸了 因为所有人都会对刚才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评价 那么有一个小技巧 就如果你是前置尾 对吧 你可以尽量的解读 你冷读出的这些信息 把这些信息告诉大家 看大家的反馈和弹性 那么你再看对方的这个反馈 这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所以在我看来呢 状态也好 美人也好 你观察是有直接挂钩的 那么再提一些 辅助状态打法的一些关键点 就是个人针对 就是当一张牌 你很难看着它 你觉得这张牌藏得很深 你捉摸不透的时候 你可以个人针对它 你可以点对点打这张牌 你就定一张牌说 你就给这张牌试驾 它足够打压力 有看牌的弹性 当然要注意你的功力 有火候 不要玩过火了 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用AOE的形式 就是一起打 那么目的还是为了看出 这几张牌的状态 所以有些牌确实很难看出 就需要你用言语去辅助攻击 那么基本上状态 美人的这个教学和内容 非常多 没有办法通过一段视频讲清楚 欢迎大家多看我们的线下去 多看我们这个 有时候会录取摸牌直接点杀 或者是直接点几个身份 推荐大家在线下玩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在摸完牌直接点三到四张牌 看看你可以点对三张有身份牌吗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个人公众号 紫微博 对本视频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 都欢迎给我讨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